近期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6月19日,我已经详细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此次事件的是非取直十分清楚 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首先是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线在先 第二是印方违反双方共识挑衅在先 第三是印方违反国际规则攻击在先 6月22日至23日,双方举行了第二轮军长级会谈 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事态降温 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我们希望印方严格遵守并认真落实上述共识 与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